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卡洛斯 不知道大家有否印象 卡洛斯历来和大家所谈的Stam影片中 我们多次提起过物料及结构学物 而事实当我们在Stam平台上 成为一个Maker 即是我们所谓的Stam Makeup 科威创电师的话 我们必须要对更多可以使用的材料 来一些形式 而材料的本质 又和产品之后的结构 是相乎相适不可分割的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 物料与结构这个话题 刚才我们提到物料与结构 我想再补充一下 因为卡洛斯在上个期 就不断和学生做有关 乐器的制作 我认为是物料不单与结构的关系 还与音色非常大的关系 就以我手上这把自制的二壶来做例子 整把二壶的琴身 都是用一种叫做非洲子坛的木材所做的 不过还有少量的部件 例如好像微条 就用金属所造成的 而二壶的镇膜 传统上是必定用网蛇皮的 还有就是那块减震的琴尖 其实是一块涌布 至于琴弓上面的弓毛 就是马尾 而琴弓的身体就是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吹拉弹打的乐器 大部分都是用木材做的 好像吉他那样 不论面板 側板 和背板 都是由木材所做的 还有指板也是木材 而只有调音的旋楼是金属做的 作为吉他迷你版的奥克里尼 在物料的取材方面 应该和吉他都是一样的 再看看母子琴 它和吉他一样有个木造的共鸣箱 只有发音条是金属做的 最后看看我手上这一对丹黄管 大家可以看到 名贵的丹黄管 本身并不是塑胶 而是一种非常名贵的木材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为什么美好的乐器 是会那么贵 但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丹黄管所用的木材 和二壶所用的木材 究竟同不同呢? 哎呦 盲的都看到了 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当我摊完所有的乐器出来 和大家分析 每一种木材的种类尚多 真的可能会令大家谈到结舌 因为根据最基本的统计 世界上有的树木 最少超过六万多种 而制作每一种乐器的时候 制裁丝就要在这么多种木材里面 根据结构和音色的反应 是选择最适合的种类 六万多种 就会种种都适合着木材 甚至木材也会适合 在木材的认识上 我们又可以怎么入门呢? 今天卡学士 就和大家谈一种简单的方法 就是分我手上的硬木和软木 好像我手上这块黑胡桃 就属于硬木 无论在颜色和纹理方面 都应该比一般的软木 例如虫木 漂亮很多 但世界上树木这么多种 单凭颜色去分硬木和软木 又好像有些舞段 比较靠谱的分法 就是硬木 好像这棵红举木树的叶 是阔身的 而软木 例如虫树 就属于针叶类了 刚才我们展示过一把吉他 你见到吉他的面板 很明显就是软木 因为这块面板也叫做音板 用途就是将声音project出去 所以用密度较低的软木是好一点的 漂亮的吉他一般都会用 云材或者雪松等等来做 而吉他的側板和底板 比较深色的 结构方面就要结实一点 一般就是用玫瑰木 桃花心木等等的硬木来做 而漂亮的吉他的指板更为讲究 有些用上去就来绝种巴西玫瑰木 讲开吉他我必须要补充一点 我这两块木头就叫做实木 因为它是由树上面锯出来 在旁边看还会见到树木的年龙 而我们平时做家司 多数就用这一种甲板 好像威化饼一样 很明显便宜很多 有些更坏一些 就用借渣板 中间是木碎来的 我这里也不怕坦白跟大家说 在我们学校 琴柄都是用软木的 而琴身呢 而琴身呢 更是用了甲板的 而做母子琴呢 我们四边用了断木的木条 而底板和面板呢 我们都是用黄羊木甲板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买一支吉他呢 出得起钱的 应该留意这个音孔的部分 看得到呢 它是用实木做的 这样才叫做靓吉他 如果只是面板是用实木呢 就叫做面单板吉他 如果整个琴呢 连側板和背板 都是用实木做的 那这种就叫做全单板吉他 一般都价值不菲的 那有人又会问 为什么做二壶又正是用硬木 不用软木呢 很简单 因为吉他呢 就是板震的乐器 而二壶呢 就是膜震的 它的面板已经用了蛇皮 那用硬木呢 就已经够了 由于卡洛斯呢 是一个二壶制琴屎来的 大家快点来看一下 我常用于製造二壶琴身的木头 由左至右 最便宜的 沉桂宝 接着就是红炭 红炭 黑酸枝 我最不喜欢就是用这种黑痰 因为你看到它的颜色那么深 密度有那么高 这种木啊 放入水都会沉 我觉得用来做灼口棍差不多 用来做二壶呢 共鸣就不是那么好的 而接着这种科痰呢 全名是科特迪亚痰木 是来自非洲的一种木材 样子有些像子痰 所以有些人叫它做非洲子痰 实在就不是子痰 买琴的时候 千万没有被人骗 拉二壶的人 很多都梦寐以求 有一把老红木 所做的二壶 而所谓老红木 通常都是有一些旧的家司 或者旧的建筑 拆出来的木头 由于年代久远 所以就收了水 声音是很漂亮的 而最后我要讲这块 就是真正的子痰 是来自印度的 超大块就值几千元 所以用来做二壶 真的会天价 今天的节目 我愿意想和大家 打开一个 关于材料和自己混合问题 但总之我花了很多时间 讲木料 尤其是用在乐器上的 木料的学文 但其实我们在工厂里面 可以用材料有很多种 这件事我收拾工厂 我发现前辈做了很多功夫 准备了一盘这样的材料样板 作为教材 里面真的是木材 金属 玻璃 石头 纸 应有尽有 面对这么多种材料 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 没错 就是如何形容这种物料的特质 例如我们会说玻璃是透明 而硬的 而荔枝石肯定没有玻璃那么硬 而且非常脆 它最适合用来跳图章 至于我们常用到的金属 好像铝 它就和玻璃和石头都不同 因为它是有延展性的 除了玻璃之外 亚加力都可以透明 当然它的透明度 当然它的透明度没有玻璃那么好 但是它又有一些像金属 因为只要加热 它都会有弹性 可以屈曲得 如果不是做乐器 那你就不一定要用木头 这些材料又对不合你用呢 看完今集的影片 大家会知道 材料可以简单到一块布 一块皮 亦可以复杂到太空穿梭机的外面 所以既是一种很有趣 很多枝多创学物 而竟然是一门很高深 很高深的科学 今天之后 达了多些花骨 生活中可以见到的材料 将这些材料 应用在你的Stack Makeup Project里面 今天我分享到此 我是卡路斯 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你订阅 加赞和分享出去